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马千惠 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 我们看到南韩出了个女总统蒲景慧 无论是韩国的内政外交 或是中日韩新领导新局面的 近核关系 那么这两天都有非常多的讨论 还有报道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锁定的是蒲景慧 时代开启之后 韩国的对台政策 还有对台关系又是如何 而您知道吗 在亚洲四小龙当中 台湾民众的幸福感还是最高的 这是美国的盖洛普民调 所做的一项最新调查 但是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你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还是怨声载道的在骂政府 尤其是经济问题 政府已经拼命在做 也带头砍了 首长的年终奖机也跟着冻结了 但是人民有感了吗 在今天这个时报周刊的社长夏珍 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针边政府同时社长 今天也特别来到 我们总编辑时间的现场 社长好 前回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在要进入 我们接下来讨论之前 先来看看 那么这一回南韩选出了 女总统是史上第一位 在台湾方面也引起了 一连串的政治反应 还有解读 有外交学者就认为 普景辉的个性跟马总统很像 有高道德标准 又很规矛 执政风格不会差太多 而藏经跟台湾女总统擦肩而过的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说 政党轮替要改革才有竞争性 那么韩国经验 值得台湾借敬 韩民众握手谈天 蔡英文漫步 心涉花海 陪在身边的人 还是2012总统大选的老搭档苏家全 没能当选东亚第一女总统 现在看到普景辉成功当选 蔡英文对2016的企图心 是不是又被挑起 拿南韩政党轮替做文章 2016民进党如何拿回执政权 蔡英文仍然是备受期待的关键人物 我们内部的经济的结构 其实是需要做大幅的改变 那如果说我们不做大幅的改变 做大幅的改革的话 我们的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 一直会相对落后在韩国 借由普景辉的当选 抒发感受 蔡英文语带玄机 东亚第一女总统 还没正式展开执政之路 导致有学者分析 普景辉的个性可是像极了 马英九 他跟一般的一个大国党的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不一样 他呢跟大企业 其实是刻意保持所谓的 他的一个 刻意保持他的一个距离 学者指出 良人同样都是 道德标准高 对下属严厉 又龟毛的人 曾经自评龟毛 马总统当初说这句话时 或许有点自豪 只是在台湾民意 对马总统满意度 期待提升的此刻 个性类似能否发挥出不同的作风与评价 普景辉有五年任期 马总统已经第二任 追求历史定位的时间压力 不等人 各界有许多的解读 包括这次南韩的新总统普景辉 他跟台湾颇有渊源 比如说他曾经来过台湾 在台湾也拥有不少朋友 也获班了文化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同时也略懂中文 只是我要请教社长的是 他的支台难道等于清台吗 我想我们不要看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每个国家 他的外交政策 他的对外关系 其实他有一个大的战略考量的 他的利益 我只能这样说 或许他跟台湾是很熟的 但是在他的国家利益 在考量国家利益时候 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大陆的元素 一定会比台湾元素更高 这个是毋庸置疑 当然了 因为普景辉的背景 真的是比较特殊 第一个他的爸爸普正熙 是南韩在位18年的独裁强人 他老爸在位的时候 刚好就是台湾的强人 老奖总统在位的时候 台湾也是经过两位 强人总统两奖 普景辉他的特殊在哪里 大家看讲 蔡英文可能看到他 我刚刚看到前面那一段 蔡英文好像看到他觉得说 女性总统东亚第一位 其实亚洲女总统很多 菲律宾早就有了 是东亚 他讲到东亚的时候 我只能说 东亚 suppose 我们会认为 他是一个儒家文化的 我讲白了 就是做重男轻女 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家里 又选出来一个 第一个女性总统 但他的特殊是在哪里 因为他爸爸是强人总统 还有一点他刚刚讲到 他是不像大国党 其他的政治精英们 他是刻意跟企业界保持关系 他爸爸普正熙 虽然是独裁统治 就跟我们两讲一样 但是在青年上面 觉悟问题 生活是非常节俭的 他这一点是跟 真的是跟那时候的 那个年代的强人领导者 真的非常像 那他可能成绩了 这样的特性吧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反对党出来的 赵正昂 他的社会阶层比较低 文在眼 但是 大家说他是象征进步的 但是反而很莫名其妙 怎么会 还是普务警会上来了 对 所以社长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他上来之后 他的对台政策 真的是比较宽松吗 和台湾之间 真的有所谓的蜜月期吗 还是说 这其实都是我们 自我感觉良好 不要期待太高 你的对台政策是什么 我就说一个国家 对外 他的对外关系上面 我举例来说好了 他在讨论他的外交政策上面 或他的整个国际关系来看 美国一定是他第一个 要伺候的 对 再来就是日本 再来就是中国 美日中 三强之外 再来考虑 第一个要处理的难题 是北韩 台湾再顺位上去 要排到哪里 再来 谈到大的经贸关系上面 台湾当然是第一个 但是你讲到亚洲 他一定往东南亚先想 比方说我要前进到大陆的跳板 如果存从经贸的话 台湾或许是一条路 他从东南亚走 一样是可以走的 而且他搞不好 以目前状况 他从东南亚走 会不会更快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只能说 那他对台湾 可能会保持友好跟亲善 但是你说要大幅的进展 比方说我们台湾 西纪还有 多大幅的进展 比方跟我们签 FTA吗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东西可能 我认为他不见得 能够改变他前一任的 那样的一个做法 比方说他的前一任的说法就是 先问问看 大陆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如果大陆反应不好 很不良好 而因此而损伤到 韩国的利益的话 他怎么可能因为 或者损及我的韩国利益 而跟你们台湾 直接洽谈FTA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就不需要抱太高的期待 但是我相信 会有若干的一个好转 可能会局限在小范围的 比方说那时候我们台湾 外交部一个寿命就是 鼓励台湾的年轻人 多给台湾年轻人 开创那个 到国外去打工的机会 韩国那个时候 我们本来跟韩国提出来 我们代表中文 韩国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阻力的 那当然也跟他 也跟普景辉反映 那时候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 就认为说 这件事情其实很好 所以在某种程度 也是帮我们推动了这个事了 好 那我就跟你说 他推动帮我们 台湾的年轻人 赴韩国打工 某种程度是符合 他国家利益的嘛 为什么 开放观光啊 我们的人当然 不论去观光或者打工 他的消费是在那里 是帮助他的 他是要对他是 要两立的 他才会做 是实实在在的 对 对 对 不过就是说 在这个情势 比人强的情况之下 其实台湾也需要 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嘛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 在台湾没有邦交的情况之下 就像刚刚社长所言 你要大幅的改变 这个双边的关系 其实是有困难度的 但是台湾总要做点什么 是台湾可以怎么做 比如说是不是增加一些 实质的沟通管道 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这个签署 台湾经贸协定的部分 我想经贸协定 这个当然是 不管我刚刚虽然说了 说是有难度 但是你总是有进展 毕竟两岸经贸架构协议 EXFA都已经签了 EXFA都已经签完之后 就表示我们其实应该 后续可以开始进展了 那坦白讲 我们跟别人签订了任何的 我举例好了 比方说 投资保护协定 在对台韩之间来讲 台湾人到韩国去投资的 我想不太容易吧 韩国某种程度 其实它除了开放美国的 一堆东西进来之外 因为大国压力之下 你说台湾要去什么 可能农产品会交流 韩国的苹果也会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农产品也一样会去 这个东西是会有的 那就产业 普景会曾经在2001年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我们文化大学 修习最高产业战略的课程 最高产业战略是什么 我们只能跟他交换 农特产品 还有我们其他的 比方说高科技 现在你别忘记了 我们台湾的高科技跟韩国 是处于一个高度竞争关系 在这么高度竞争关系中 我们要怎么去谈 这某种程度 就算我们想谈 可能我们这些高科技业者 都还想说 你先想好 千万不要损 损及到我们的利益之后 你再去谈 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们必须要想清楚的 那同样的 我刚刚讲是投资保障协定 另外还有一个 贸易互惠呢 贸易互惠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有多少人 可以到他们去投资 或他们韩国的厂商 有多少人可以来 这部分我觉得可能都要 比较精密的评估 这一部分经济部跟经济会 我想它择无旁贷 你必须要考量说 哪些项目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我想台湾人 其实台湾韩关系 真的很密切 你要因为中日韩 这样子 中日韩台 这样讲这个关系 其实这个历史渊源太久了 很多我们的侨民 在韩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像我们早上念书的时候 韩国侨生是跟东南亚侨生 香港侨生一样 是最多的 最快的一大宗 很多中国人是住居在那儿的 所以这个关系本来就很密 那这里头就是 你要怎么算它是台商也好 或者是早期旅居韩国 一直留在那里的 其实很大部分的人 有很大部分都已经回到台湾来了 那这部分关系我们怎么重建 还有我们投资 贸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能不能到那边去设厂 到韩国设厂可能也不是这么轻松的事 我想他那边的工资也不可能低 所以这部分还是不是我们的 投资的业者会希望的 不一定啊 可能就不要啊 同样的你说 像台湾 台湾人最会也最喜欢炒房地产 你认为到韩国去有房地产可以炒吗 他们允不允许你做呢 我觉得这边可能不是我们这么 想象的一个大帽子 想到经贸投资就很好 项目先把项目弄清楚 别人会放什么 我们要放什么 对但有些细项 我们还是可以先做 先预做准备 就是在顺着 没错 刚刚社长也提到了 不管是投资 不管是经济双边互惠的部分 然后甚至更早你讲到 对年轻人来说 是不是到韩国打工 那事实上回归在政府这一块 是不是 其实我们应该也要培养一些 知寒的人才 我想这一点是 因为就我们亚洲来看 我们虽然我们台湾中华民国 我们还是自居是大国的 我们从整个大中国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台湾真的外交人才 英文的最多 几乎英文 不管你派出到哪个邦教国 你都要会 西班牙文 法文 德文都已经先少了 在东南亚国家里头 真的是比较少 不太会讲对方国的语言 那我刚讲到 其实我们跟韩国关系这么密 从韩国回来的侨胞子弟们这么多 华侨子弟们这么多 你说真的没有韩语人才吗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只是散落在民间了 在我们的外交体系 正式的外交体系里头 培养过程中间 真的非常少 像我印象里 扁政府那时候好不容易还早 扁政府其实在韩国的外交上面 其实是蛮努力的 我讲嘛 普景会到我们台湾来念书 那一块2001 就是扁政府那时候来的 他是很用力在打这一块的关系 但是他即便是很用力打 扁政府还是 也是一朝办事 也没有是真的很培养出 很精准的那种韩语人才 可以直接跟他们沟通 但是韩国社会是讲求人脉的 你语言不同 你怎么打进到他们社会去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就还是隔了一层 对 好那么在国际关系的部分 其实刚刚社长已经点到了 其实现在没办法了 因为就是 你真正在对于台湾参与 国际组织来说 如果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韩国还是会选择 站在大陆的那一边 所以你们在台面上是这样吗 私下可能跟我们质疑一下怎么样 对 但是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说只要两岸关系有进展 台韩关系就会再更进一步 我就说你期待的更进一步是什么 我们不可能跟他建交吧 我就说你这不可能恢复邦交 你就更深的进展 我们到现在 我觉得台韩关系并不坏 我坦白讲 我们印象里可能还记得 那时候中韩断交 台韩断交的时候那一段 就是因为觉得 韩国人怎么这么不讲道义 因为那个渊源牵扯 再加上两边的强人统治这么久了 大家都一直认为应该是很好的 而且都是反共的 更何况我们对付的是一个 北京的中国大陆 他们对付的是一个北韩更可怕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们断交了呢 那时候是有那样的一个心理创伤在 可是经过那个断交事件之后 其实陆续台韩的关系 其实进展的 其实一直都并不错 观光 日本跟韩国 是我们台湾蛮重大的一个 就是亚洲国家 我们跟韩国观光 其实一直都跑得非常早 像你看现在 我们直航机场 首尔机场的直航 也都开通了 免签证也都做了 我觉得这一部分 其实还有一个 就剩下一个高层护访 其实问题也不大 像普京会国会议员的访问 绝对没有问题 我相信一定成绩的政府往来 应该是也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 对 但社长你认不认通 你说其实台湾关系 也是紧扣着两岸关系在走的 那你到底是不是紧扣 我觉得你只要不碰触到 那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讲白了嘛 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有哪一桩你认为是 中国大陆会强烈反应 说你们不能做的 我到韩国去玩 不能吗 你大陆客都到我台湾来的 这没有必要反对的 那你说一样的 农鱼产品 这样的农产品 他的苹果来 我的什么东西去 这又有什么呢 现在我们两岸之间的农产品 其实也在交流 这些项目基本上 已经都是开放社会 目前的国际社会里头 一个通用 我们必须做一个 开放的国家的时候 那是一个最基础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其实我相信 北京再发言 也发言不到那么大 除非是比方说 我们要重返联合国 竟然 对 就诸如此类高度的意思 你觉得 我们会莽撞到做这个事吗 这也不是 像这样的前提 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参与的国际组织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也很清楚 我们可能碰到主力什么 所以我们就不强求那种 所谓的国家主权式的国际组织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是可以的 经济性的 OK 文化性的 可以 连世卫组织 我们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正式观察员 就类似像这样 我们从这个方向去走 我相信主力跟我们可能引起的那种 国际间不必要的那个紧张 我相信不至于 所以社长最后两句话 就是针对这个普京会上台 他的对台政策 你觉得 其实原则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 我相信 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怎么说 他是一个了解台湾的人 而且台湾是了解他的人 而且之前的那样的渊源 我相信彼此之间 应该可以有更容易沟通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 不管实质能够做到什么 但是象征性的 政府可以塑造一个象征性的 我们跟对岸的政府关系更紧密了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的确说到台韩关系 当然有竞争也有友好 不过您知道吗 在韩国的 其实人民的这个幸福指数 比台湾要低的许多 在亚洲四小龙当中 台湾的幸福指数 还是第一名的 这是来自美国盖路普的 一个最新的调查 但是为什么你我身边的 许许多多人 还是在抱怨政府拼经济 拼到哪里去了呢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连保一都快保不住了 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新闻线上